我要去拿剪刀 是 老师 来 这位客人 看来是外国人 他的法治比较不好 平常没在护法廊 一定要吹干再睡 洗完澡晚上吹干才行 不听 头发这样打紧 说一说毛都掉了 一日食洗生系列 今天是来了 我来了十年左右 非常常来的一间法廊 那今天来当一日的美法助理 那我跟我们的老师约了十一点 我作为一个敬业的施洗生呢 十点四十分钟都到了 那现在目前十点五十分 还没有人了 那我们的老师到底什么时候来了 那今天我法庆祖 当国龙峰 Evy老师好 虽然现在已经十一点零一分了 但我没有要责怪老师的意思 吓死人了 你是在等我是不是 没错没错 今天一天尽量吩咐我老师 好好好 好那老师 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呢 等一下十一点半 我们先开始打扫 OK 今天其实我稍微上妆打扮了一下 因为想说 毕竟是法拉 而且你们走的是比较潮流的 可是会十一点半前先到 然后整理一下头发 你说我 我们啦 所以你现在是还没整理的状态 对 哪怕有着刚睡醒 我想说这是你今天的造型 没有 啊那你咧 我今天有弄啊 我今天走张国荣路线 你知道张国荣是谁吗 蛤 没办法啊 人家比较年轻 其实我 被你们常课的原因之一啊 你们洗头发生那种按摩的感觉 就觉得特别舒服 原来是真的是有在按穴道耶 有一个流程啊 不是随便捏一捏而已 所以刚开始助理 刚进来都要学习 好那那学姐来教我一下 洗头我们会先刷有分一区 两区三区 然后后面就分四区五区这样 第一区嘛 然后到中间也要搓一下 那一次搓几次 可能搓个两三下 就这样再顺的出去 然后再往外搓下去 对然后搓到这里之后再换第二区 我们洗头要拉长 就是不要这样搓 这样搓不舒服 要拉长一点搓才舒服 然后再搓出去之后 就把一只手把头抬起来 然后搓后面 洗完就要冲水了 然后第二次洗完 刚刚那样之后再按摩 洗两次是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洗头的时候 是把头上的灰尘给洗掉啊 头发上的灰尘 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次洗的时候 才真的有在清洁毛囊 所以洗头都建议要洗两次比较好 所以你每天都洗两次 我也是洗两次 真的假的 真的啊 而且这样头才不会臭 再来进入到按摩 对按摩是从神庭开始 这边都有学到 神庭这样交叉的按 按到太阳穴 然后再按到耳朵这边 手都不能离开头 按回到神庭之后 再这样转圈到太阳穴 之后再接着按耳朵后面这边 这样 这叫剪刀手 这个是自律神经区 睡眠不好的人 这边都会很强 太阳穴的后面 对会很硬 这样手都没有断掉 再从这里这样按下去 交叉的按下去 按到百会 百会是头顶 这地方都会很脏 再把头抬起来 然后会这样交叉的按 为什么要交叉 因为交叉的话 是都用这两根手指头去按 力道会比较平均 然后接着再把头放下来 再这样转上来 然后我们都会问客人要不要加卡 没有就冲水了 这感觉不容易耶 准备好了吗 我不知道 我们洗顺人看看好了 好 所以看哪位要被洗顺 你记写了 我不知道会有没有记写 大致上好像有个脉络可循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弄到点 而且感觉力道的长往 就不太清楚 这位客人辛苦你了 好那你会吹头发吧 当然会 平常在家里都会吹头发 好那交给你了 真的哦你们确定 就先往上吹 不行啦要往前啦 要这样往下吹 为什么 你要顺着毛流吹 吹风交动 然后手也要剥 那你仰仪跟我说 趁机把你抓吧 我们要教广大的男性 怎么帮女朋友吹头发 我们要先吹头顶 方向要往后 然后这样剥 头就会松松的 所以不能从后面这样撩 不行 风口都要这样朝下哦 不要这样吹哦 这样头发会毛哦 这样不会吹得比较干吗 这样腻着毛铃片吹 它就会毛毛的 然后第一个是先把刘海 吹干 吹刘海的时候要 扶着刘海 好接下来头皮干了嘛 那你就是这样再顺顺的吹 然后就把发尾给吹干 对 这样发尾就会慢慢变干了 有越来越顺的感觉哦 吹成这样大概可以打个90分 真的哦 哇进步好多 可以出湿了 好吧 等一下要帮你点头发了 开间店啊 你们要记得来哦 真的变亮了耶 好了 我们完成了 这是你吹出来的头发 好神奇哦 真的变得很有光泽耶 真的变亮了耶 所以该吃饭了是不是 洗脱洗了好久啊 真的 好这是中间的午休时间 透空吃饭的时间哦 所以我跟拐学姐 跟拐学姐一起吃炒饭啊 你们平常都常点炒饭吃 没有我们那天就是看今天想吃什么 基本上都叫外送吃了哦 对啊 大家轮流吃 对啊 就是因为有时候要顾一下柜台 柜台一定要有人 好那我们来边吃边聊 好 对哦 你是为什么做这个柱条 因为以前高中的时候 就是也是上这一科 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嗯 所以现在大学 对 也是在学相关的吗 对我现在大学 也是组统一个科系 那未来就希望变成设计师这样 嗯 哦 是从小就有这个想法吗 其实也没有 就是要升高中的时候 要选自院时 就是那时候本来是想要去读幼宝科 嗯 但是那时候就我的好朋友就说 他想要来读世上造型课 就为了想要跟他一起继续读书 然后就一起来读 然后结果就是上课的时候 做着做着就发现 其实对自己对美发 嗯 就是蛮有兴趣的 今天我做的感觉是洗头发好累哦 因为自己洗的时候 从来不觉得这是困难 那帮人洗感觉不容易 对尤其是帮女生一开始的时候 会觉得头发很care 对 而且头发好长 对 那什么时候去设计师 嗯 希望可以在两年半以内 完成设计师的这一段路 那你就要开始联机自己的客人 对啊 对啊 所以欢迎大家来找我做模特儿哦 欢迎大家来找拐学姐 哈哈哈哈 好你帮她梳开 我去拿剪刀 是老师来 这位客人 看来是外国人 她的发质比较不好 平常没在护法了 那一定要吹干再睡啊 洗完澡晚上吹干才行 哇 头发这样打尖 那说一说毛都掉了 那我先教你把它剪平就好了 那现在前面比较长啊 那我们就预计剪个两公分就好了 那剪刀也有分种类吗 因为我看你剩下很多剪刀 这个是剪刀 然后这个是打包刀 那我们剪头发都要十字分区 把它这样破一半 然后再从它的头顶 这样分到耳朵后面 然后先夹起来 先这样垂直的 顺顺的梳下来 梳下来之后 下面这个刀片的地方就 贴着手指头 这样剪回去就好了 然后剪头发是有点这样 会往后稠 把头发割断 不是真的直接这样咔嚓咔嚓剪下去 我试试看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基准线喔 然后要这样顺下来 然后就可以再拿起来再剪 这样 反过来 反过来好了 然后这根靠在你的手指头上面 就是 然后动大拇鸽就好 然后我们剪头发都还真的要蹲马步下去 你不能这样 是 你这样很容易角度就不对 嗯 啊头发都要酥顺 头发酥顺再剪才不会不一样 好 这个学生很优秀喔 你不要从下巴都出来 手指头要再下去一点点 这样比较不会飘飘的 老师我想休息 你看它原本这么长耶 这样不觉得很有成就感吗 我觉得好累 就是吧 是的 是的